原因不外乎就我刚刚讲的这几个 其中当然有一个重点 因为你录制去集其实是录制什么 录制它滑鼠键盘的动作 所以你会常常看到 这个程式里面常常有什么select select实际上就是由滑鼠点击的地方 它就有一个select的动作 那如果你有select的动词 就会有个selection 所以你会在程式里面常常看到selection selection就是你被选取的那个区域 所以它也是一个物件 其实这个物件你可以用range取代 当然你如果懂了一些相关技巧的话 你要把录制完的聚集变成可以正确执行 那就相对比较没问题 有哪些地方需要特别的去修改 当然你可以采几个方法 如果只是说能够让它可以run 那你就是当这个程式执行的时候 看看有没有问题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那你就是有出现问题的地方 你把它做修改 那没有出现问题的地方 那你就不要改 但是你至于要怎么改 我想第一个我们可以分阶段改 第一个可以先让它可以run 第二个的话呢 如果你觉得有些地方 像这个select 你觉得出现我觉得看起来不顺眼 你当然可以把它改掉OK 可是有些地方不改没关系啦 只是说改或不改 有的时候当然前提是第一个 城市能够run为优先 第二个的话呢 以你这个城市的简洁恶要 而且将来如果你回头再看的时候 至少你自己也看得懂为原则 不然的话你等于是城市将来 现在能run 将来不能run 那还是会有问题啦 OK所以有的时候其实还是要 想的比较长远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的话呢 我们来把这个城市执行一下 比如说第一个我把这个先删掉一下 我希望让刚刚的动作 让它可以重新被执 执行的话当然有几个方法 你可以从聚集里面啊 这边有个枢纽分析按执行也可以啦 不过我不建议这里啦 因为这里你要做除错会有问题 所以我们基本上 会在Visual Basic里面 找到刚刚录制的 那我这边是module3啦 因为我前面有module1 那当然如果你只有一个module1 那可能它放在module2 如果你连一个module都没有的话 那可能就module1里面 OK 那接下来的话一般是这样啦 你可以先让它run 或者按F8也可以 我们按F8好了 组航跑 反正它做一个动作 那我是建议啦 你就要每一行每一行 确定说 这个每一行 这个是不是有必要 比如说这一行 第一行是什么 Application.cutcopymore.for 其实这个地方 这一行应该是不需要啦 它为什么增加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这一行其实 起理论上是可以把它删掉的 F8 再来的话呢 特别注意 你会发现枢纽分析表 它第一个动作 它会自动帮你新增一个工作表 所以你会发现 它第一个动作是shits shits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工作表 物件的集合啦 就是指的是 你要针对这个工作表做什么样的动作 后面点add 顾名是一码 新增工作表 那这个地方 如果你直接点add的话 它会自动帮你新增工作表 当然工作表有前面跟后面嘛 我们按这个的话 它会放在右边 可是呢 如果你点add的话 它会帮你放在它的左边 OK放在这里 OK 当然如果你将来想要改变它的顺序的话 你可以在后面再加其他的参数 我们来执行给各位 按这个吧 你们发现 这个时候它做哪些变动呢 本来是在下载资料这个工作表 它就跳到这边的 OK 它其实是add嘛 它会帮你新增一个工作表 当然你第一次新增会是工作表1啦 现在已经工作表15了 我前面已经做了很多个 新增的动作 好 然后的话呢 现在游标呢 也会被跳到这个工作表里面 所以喔 接下来会产生的一个问题 其实就是刚刚 说的 OK 有没有 他目前 他 这个工作表 现在已经15了 可是你前一个动作录的话 他是14 所以变成怎么样 他会按F8的时候 会出现错误 然后跟你讲说 这个程序呼叫或引述不正 那其实主要是里面的引述啦 那其实可以 可想而知 你这边呢 假如说你把它改成 这个什么了 工作表15的话 理论上应该 他就可以run了 但问题来 如果你每次都这样改 那永远改不完 所以 不建议你改 因为变下一次 工作表16 那你是不是要在程式里面改 OK 所以 怎么改 我刚刚讲过 你可以 目前的工作表在active 所以 这个改法 你可以 把前面这个 我写在后面 我先不要删 你们可以比对一下 这个的话 你可以记一下 有一个还蛮常用到 叫active 目前 被选取的这个 什么呢 工作表叫shed 没有叫s 目前工作表 的 点 有没有 的 哪个范围 R3 C 就是a3 储存格 我们可以用range 然后刮斧的话 你打个a3 就可以了 用这个来取代前面这个叙数 OK 然后把它delete掉 你会发现 我打程式的时候 都打小写 如果你移开变大写 那表示你程式没打错 有没有发现 他这个移开 手字都会自动变大写 这样子的话 可以确认说 这个叙数 没有打错 那底下直接要不要改 其实不改没关系 我们F8看看 这样会不会过 过了 有没有 所以这个地方 第一个需要改动的是 这个 OK 你说其他老师 他们地方要改 像我的经验 我可能会删掉几个地方 包含就是说 这边有个叙数 叫version 等于8 跟default version 等于8 这个我可能会把它 因为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假设你有限制版本 预设版本的话 这个default 预设的版本 可能如果你假设放在 比如说你可能环境不一样的话 可能在不一样的SL环境 可能会没办法执行 OK 那这个的话也许 当然不改 目前好像也没什么问题 OK 好 这个可能跟各位说一下 所以刚刚重点是把 这个工作表 换一下 OK 第1个就过了 OK 第2个的话 你会卖这一行一定也错了 不过跟各位讲 为什么 点slate 就是你刚刚滑鼠要点他一下的动作 所以这一行其实是可以的 他一定会错啦 因为没有 没有这个工作表 没有工作表14 那只有工作表15 那怎么办 没关系啦 其实这一行是可以把它砍掉的 那游标放在 这个应该是A3 那这一行其实可以把它砍掉 那如果你不砍掉 有另外一个方法 我上一半跟各位讲过 你可以 找到上方这边有个编辑工具列 然后把这两行把它注解掉 这样OK 当然将来其实这个是可以打掉没关系 因为它是主要是 针对你滑鼠点的位置 那我们这边就产生了一个 枢纽分析表3 这个名称不要改 不然的话上下不一致 那会出错 那跟各位讲 底下这些其实也都可以不需要 为什么 因为这些 从with 到endwith 其实这一串我发现 都固定的一些相关设定 所以这个范围 我是建议你也可以怎么样 可以把它 注解掉 但注解可能要重来啦 我们先不要把它重来好了 OK 按F8 底下这个范围 其实是可以不需要 因为它其实这些都是一些 枢纽分析表的基本设定 那你不加 也都会是一模一样 所以 上面这一串 有没有 with 其实是可以把它砍掉的 好 那接下来它就是 在帮你做什么呢 做 我们刚刚做的 怎么样 把那个枢纽分析表 OK 把列也放过来 所以你会发现 其实你可以这样比对 按F8的时候 可以把它稍微缩小 然后看每一行 到底做哪些动作 OK 然后这个枢纽分析表 超出范围 看一下 增错一下 又是这一行 所以这一行其实 可以怎么样 把它 注解掉 那名称的话呢 这个是改名称 这个 这个sheets工作表 14的名称 改成枢纽分析 那这里的话 你可以把它改一下 这个其实 就可以把它改成什么 目前所在的工作表 叫什么 Active 所以其实你可以把sheets 刮糊 工作表14 改成什么 Active sheet 就可以了 那一样打小写 移开 有变大写 OK 然后它的名称 就是这个是重新命名 NF8 那你可以看到 这样子的话 我就可以把 这个的名称 换成枢纽分析 OK 应该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的话 就在下一步 那就 帮我把 列先产生 这个应该列 然后再把那个 受电的弯度做 加总 OK 然后呢 底下的部分的话 就是 游标再放在B3 所以它会有个 不是 B4 Select 然后向下追踪 然后把它排序一下 所以你会发现 它 向下追踪就这一行 有没有看 Range Selection 所以这个也是我刚刚讲 Selection 这部分其实你也可以改啦 但不改我看看能不能Rung 一样可以Rung 所以如果 能Rung 你暂时不改 没关系 然后把它增加那个Common 所以它这边有一个叫 Style 等于Common 就是在增加 1 有没有 那个千分位符号 然后停止 OK 那基本上的话呢 我们这样就可以 把 这个程式 可以Rung 所以刚刚主要我改了几个地方 第1个的话呢 这个地方 做变更 第2的话呢 如果有什么 slate 其实这个都可以把它 注解掉 另外第3个 就是 这两个slate 底下这个 Whees ActiveStreet 那个什么 Pivot Table 这个 一直到 EndWhees 其实这一段 是可以delete掉的 不改没关系 OK 然后底下这边的话 理论上就是 做 枢纽分析 如果有点slate 这个也可以 注解掉 这个 这个几个都 然后另外的话 重新命名 OK 然后 OK 可以的话呢 我们再Rung一次看 看看好了 把这个先删掉 然后把它执行 OK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呢 你再Rung一遍 你会发现 刚刚的问题 就不存在了 只是说呢 除了这些之外 也没有什么地方 还可以 再让程式 改的更 更 更精简 然后呢 有没有哪些地方 还可以 做一些简单的修改 让这个程式将来 不只是说现在Rung OK 未来Rung也没有问题的话 其实还有哪些地方 可以再修改 我们待会再来看好了 OK 请各位先试试看 把那个刚刚录制的结果 至少能够Rung OK 试一下 试一下 OK OK 感谢观看